本来以为我和何先生已经没有缘分了 可柳暗花明又一村 没想到我在前世老婆找上门里 不仅有了健康的身体 还能和何先生谈情说爱 大家快来听前世老婆找上门 看我和何先生再续前缘 一千八百零一集 那就是 这就是我说的法子 林语笑眯眯地说道 听到了他这话 屋里的众人不由微微以愣 一时间有一些不明所以 满脸疑惑抬眼望向林语 安妮眨巴眨巴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他溢满了好奇和不安 显然他有一些不明白林语的意思 何先生 你这是什么法子呀 阿卜乐同样也是 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林语这话说跟没说 有什么两样吗 阿卜乐先生 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的话 一句一句地想 林语笑着说道 一双眼睛中不满身意 以您的头脑不可能想不明白我的意思吧 要说屋里其他人不明白他的身意也就罢了 阿卜乐绝对不可能体会不到 毕竟他是做生意出身的 一些波鬼云爵的手段 早已玩得炉火春青了 听到林语这话 阿卜乐明显一争 还是没有明白过来 不过他猝着眉头仔细地考虑了一番刚才的话 他神色顿时猛地一变 恍然大悟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多谢何先生颠簸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这么就没想到呢 我这就去办 我这就去办 说完 他没有和别人解释 抱着自己的手机快步地走出去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意 兴奋不已 屋里的众人听到阿卜乐这话 反倒越发迷糊了 不知道林语和阿卜乐两个人到底在说什么 何 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安妮终于隐忍不住 好奇地冲她问一句 这个 讲的话 不太好讲清楚 只要你等等看 很快就能明白 林语笑眯眯地说道 抱持着一贯卖关子的风格 爱说不说 安妮有一些小少女一般的嘟囔一声 十分不悦地嘟起了嘴 不过 她紧接着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情一阵 缓缓缓垂下头 神色 黯然无比轻声说道 何 等到你帮中医 重新证明之后 你们会杀了我父亲吗 她倒不是好奇林语和阿卜乐所说的那个法子 她真正担心的其实是她的父亲的安危 林语的能力她是知道的 如果林语想让她父亲死的话 那她父亲几乎没什么余地了 她也知道她父亲和洛根狼狈为奸 害死了萨拉娜 罪孽深重 死有余辜 但是无论如何 那也是她的父亲呢 作为女儿的她 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 听到她说这话 林语的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似乎体会到了安妮内心的难受 她低声说道 虽然 伍兹先生这次 差点害死了萨拉娜 但是好在萨拉娜还活着 所以她倒 最不至死 真的 安妮一听到林语这话 猛然神情一阵 瞬间来的精神 急忙回头冲林语问道 何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会杀我父亲 他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当然 他堂堂世界医疗工会的会长 岂是我想报复就能报复的 那密国还不得举国震动 就算他能够干掉伍兹 他现在也不能这么干 一 伍兹罪孽不至于死 二 伍兹的身份地位影响力摆在那 如果他真的把伍兹干掉 那相当于触动了米国核心利益的逆临 必会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以医学上的事 交给医学自己来解决吧 何 谢谢你 谢谢你 安妮听到这话满脸感激地冲林语说道 林语笑着冲她白白手 看着如此煎熬的安妮 林语的内心实在是有一些不仁 低声冲安妮说道 安妮 等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你可以重新做选择 重新做选择 安妮满脸不解地望向林语 她不明白林语话中的意思 对 到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 是继续跟我回华夏 还是留在米国 我当 安妮刚要开口 但话到嘴边竟然不知该说什么 因为她的内心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抉择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地考虑 毕竟这是生你养你的土地啊 说完 林语不由暗暗地叹口气 血脉和文化这种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 岂是想改就能改的 她希望不管如何 日后她和伍兹 倘若真的走到了你死我活的那一天 她都希望安妮不要架在中间 备受煎熬 何先生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这个时候阿卜勒急匆匆地从门外跑进来 满脸兴奋 三天 不除三天 您就瞧好吧 接下来的两天 林语便按照先前那般继续给萨拉娜进行治疗 阿卜勒的这套别墅位于海边 环境优美 僻静 几乎受不到任何的打扰 所以这两天治疗异常地顺利 现如今 先前林语所说的一个星期之期也如约而至了 第三天早上 林语顾不上吃早饭 冲到了萨拉娜的房间内 替她拔起了脉 萨拉娜的精神状况也非常好 林语给她把脉的时候 她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垫着枕头半躺在床上 望着林语的眼中 光芒闪动 带着满满的期待 林语这次足足给她把脉三十多分钟 而且是左右手换着吧 最后 这才常常出口气 笑着冲萨拉娜说道 好了 你体内的病变 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而且受到损伤的器官也恢复得不错 这就意味着 从今天开始 你的病已经正式治愈了 接下来 正式进入到修养阶段 谢谢您和叔叔 这个时候 病床上萨拉娜突然开口感激说了一声 眼中写满了振奋和心心 林语听到这话十分地开心 身为一个医生 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就是病人感谢她的时候 没事的 不客气 林语笑着说道 随后 她重新给萨拉娜开了调养的方子 嘱咐安妮一天两次给她监制 等到林语走出房间 阿卜勒满脸堆笑地凑上来笑着说道 何先生 事情已经有美目了 接下来 是时候让洛根和物子那俩老虎里 好好地喝一呼了 说着 阿卜勒将自己手中的手机递到了林语的面前 林语看到屏幕上的内容顿时兴奋了 笑着说道 阿卜勒先生 你办事就是迅速 这里花不少钱吧 小意思 阿卜勒不以为意地一笑 想到伍兹和洛根 他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 与此同时 世界医疗工会璀璨高总的办公大楼内 一处可俯瞰小半个落实的宽大办公室内 一身黑色西装的洛根 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 他来回在办公室里走着 眉头紧锁 显得异常焦躁不安 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着早间新闻 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进来 洛根 美好气地喊道